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仆想了起来 女仆赶忙推门查看 却无人回应 就在要转身离开的时候 地窖深处传来了什么东西打碎的声音 女仆有些害怕 连忙再次询问 这时地下室的阴影里传来了声音 下来是个男人在说话 似乎是房子的主人 女仆端着烛台边下台阶边借着微弱的火光四下查看 没有注意到脚下的台阶处绑了一条金属丝线 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一个男人从阴影里走了出来 手上拿着锤子按住女仆 他一边说着抱歉 使他们逼我的 一边敲掉了女仆的牙齿 镜头转向了男人的脸 嘴里赫然也没有了牙齿 男人趴在地上一粒一粒地捡起牙齿 这似乎是他儿子的赎金 男人端着收集的牙齿步履满山地走向灰槽 男人钻进灰槽 声泪俱下的祈求 希望里面的东西能放了自己的儿子 灰槽里好像连通着极深的地下世界 最终男人被底下的怪物拖进了壁炉 生死不知 来到现代社会 小女孩沙莉因父母的离异 每日都郁郁寡欢 为了给她换个生活环境 母亲让她独自一人坐飞机到异地 沙莉终于来到了父亲爱丽克斯所在的城市 爱丽克斯和新女友金前来接机 金在面对男友的女儿时 虽然看似有些尴尬 但也十分友好 还特意买了毛绒玩具 但沙莉好像十分不喜欢金 对她很冷淡 三人开车来到了父亲的新家 赫然就是电影开头的那座古堡 不过这里已经重新装修 看起来很是奢华 来到新的环境 小女孩对一切都很好奇 阿丽克斯领着沙莉去看了她的新房间 而小女孩却表现得很伤心 她觉得父亲有了新女友 不要她和母亲了 而母亲把她所有的行李打包送到父亲这里 就像是把她送给了父亲 凤膜的离异给了这个小女孩的心灵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一致心里也出现了问题 她在来的路上还吃过药 沙莉赶走了父亲和金 正在床上独自伤心 又听到隔壁父亲和新女友的调笑声 气愤的用枕头堵住了通风口 第二天 沙莉在院子里趁着父亲和金不注意的时候 钻进了古堡旁的林子里 穿过一条幽深的小径来到了古堡的后院 沙莉怀着好奇四处探寻 突然她发现了一个地窖 就在她好奇的扒开枯叶 透过地堡的天窗往下看的时候 在这里工作的老工匠及时喝止了她 而这时 埃里克斯和金也找到了这里 萨莉兴奋地向他们展示了自己发现的地堡 尽管老工匠极力阻止 但埃里克斯还是好奇地打开了地堡的大门 埃里克斯三人怀着好奇走入地堡 萨莉蹲在灰槽前一脸兴奋 灰槽的门被用螺丝锁住了 小女孩透过隔山的缝隙往里看 却听到了有什么沙哑的声音在叫自己的名字 顿时吓了一跳 没一会儿埃里克斯喊小女孩回到地面上去 萨莉只好怀着疑惑和一丝惊恐回到了地面 回到房间 萨莉越想越好奇 最终还是忍不住戴上了工具 又偷偷地到了地窖里 萨莉拧开了灰槽一边的螺丝 正拧另一个的时候 那些声音又响了起来 让沙莉打开隔山放了他们 萨莉赶忙蹲下来 用尖丝穿过隔山的缝隙试探着 沙莉想知道他们是什么 长什么样子 那些声音只说自己被逛了很久 并且引诱萨莉到灰槽的洞穴里去 就在小女孩努力拧开另一个螺丝的时候 埃里克斯的声音也在地窖外响了起来 萨莉急忙心虚地收拢好工具 小女孩告诉父亲自己在灰槽里听见了一些声音 父亲却满不在乎 只喊他赶紧上去吃饭 萨莉无奈地往回走 边走边回头看灰槽的隔山 突然另一边的螺丝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 萨莉吓得愣住了 隔山被打开了 一阵阴风吹了出来 萨莉赶忙走过去 探头往里看 在灰槽的边上看到了一叠牙齿 小女孩刚拿了两个不小心碰到了碟子 剩下的牙齿都掉进了深不见底的洞穴 这时父亲又在外面催促 萨莉只好赶忙装好牙齿跑出了地堡 晚上埃里克斯和前妻打电话争吵关于小女孩的去留问题 萨莉躲在二楼偷听到了一切 伤心地正准备回房间 突然房间的门自己关了起来 萨莉害怕地打开门 突然惊悚给自己的小熊响了起来 萨莉意识到这是地堡里的东西跑了出来 有些兴奋 因为那些声音说害怕光亮 萨莉关掉屋里的吊灯 黑暗中似乎有许多小东西在窗来窗去 小女孩四处寻找他们在哪儿 他们说想和萨莉做朋友 还一直引诱萨莉去地堡的洞穴 阿里克斯突然走了进来 那些声音顿时没了动静 萨莉谎称自己在找娃娃 赶忙从床底下钻了出来 没看到床底下自己的娃娃被咬得支离破碎 第二天早上 萨莉在自己的枕边意外地发现了一枚银币 另一边 阿里克斯起来刮胡子时 发现自己的刮胡刀不翼而飞 而今夜发现自己的衣服都被划碎了 阿里克斯很生气 以为是萨莉做的 严厉地指责了他 同时发现了他钻在手里的银币 萨莉极力辩解不是自己做的 同时表达了自己想回母亲那儿 而阿里克斯着急出门 根本无心听他的话 萨莉在屋里收拾行李准备偷偷跑出去 又听到了那些小东西的声音 而那些东西却说小女孩的父母不要他了 又再一次引诱他到地宝里去 萨莉来到地窖 蹲在灰槽前和那些东西对话 这时老工匠带着工具走了下来 他赶走了小女孩 打算自己再次把灰槽封起来 但是他失败了 那些小怪物从灰槽里跑了出来 拿着工具围攻了他 门声赶来查看的女仆被老工匠赶走了出去 但也惊走了那些怪物 老工匠带着满身伤痕走出地宝 吓坏了女仆和萨莉 还好老工匠没有生命危险 听到消息的赫雷克斯和金赶忙回家 金在院子的大树上找到了小女孩 也许是因为太过害怕 又或是因为金的善意实在太明显了 萨莉首次对金敞开了心扉 他表明早上的事情不是自己干的 晚上他偷偷给母亲打电话 害怕又委屈地表示想回家 母亲只是含糊其词地拒绝了 他偷偷地睡在了金和父亲的床上 被半夜醒来的金送回了房间 他害怕地祈求金 晚上不要留他一个人 也不要关灯 在目睹了老工匠的遭遇后 他突然意识到放出来的那些小东西 可能并没有那么友好 但金还是在他睡着后离开了 在金走后 那些小怪物打碎了台灯 惊醒了萨莉 借着手电筒的光 萨莉终于看见了怪物的样子 那些怪物在房间里四处乱窜 小姑娘惊恐地尖叫着向父亲求救 听到动静的赫雷克斯 两个人赶忙过来 安慰受到惊吓的萨莉 而对于萨莉口中 那些给了他银币住在地窖里的小东西 赫雷克斯以为他只是在做噩梦 并在第二天请了心理医生 所有人都觉得他因为焦虑而引发的幻觉 安慰克斯很快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自己的工作上 只有金重视了起来 他特意的去了医院找到了老工匠 向他询问那栋房子的实情 老工匠告诫金要让萨莉离开那栋房子 根据老工匠处得到的线索 金来到图书馆 找到了原坊主留下的信息 古堡里住着地精 以孩子的骨头牙齿为食 每出现一次就要杀一个人 来补充自己的队伍 他们还和人类定下了和平协议 在枕头下放下银币 以换取人类的牙齿 金顿时想到了萨莉的那枚银币 而萨莉描述的那些怪物的特征 都和查到的资料十分相近 这边萨莉在浴室里洗澡时 又遭到了怪物的袭击 幸好女仆带人及时赶来 救了萨莉一命 惊魂未定的小女孩 只想收拾行李离开这里 金回到家发现萨莉不见了 赶忙带着埃里克斯出来找 金项埃里克斯袒露了 今天查到的信息 觉得萨莉会有危险 表示要带萨莉离开那栋房子 埃里克斯却完全不相信 并且表示她全部的钱 都投在了那栋房子上 她不会离开 两人争吵间 在路边找到了离家出走的萨莉 最终小姑娘还是被带回了古堡 金项萨莉保证 今晚的聚会之后 就带她离开这里 并根据地精怕光的属性 给小女孩想了个防身办法 随身带着派利德用闪光灯吓退她们 萨莉带着派利德 在宴会上四处寻找地精的身影 终于被她拍到了一张证据 显得异常兴奋 而另一边 经看到了萨莉画的关于那些怪物的话 终于相信了萨莉说的一切 只想着带她尽快离开这里 而埃里克斯依旧是什么都不信 萨莉拿着拍到的证据 想给父亲看 但埃里克斯却只关心今天的宴会 小女孩失落地落作 并在两边的人因好奇 看了没有完全显影的照片后 生气地压在了屁股底下 被桌底伺机而动的地精 一把抢了过去 销毁了照片 萨莉追着地精来到了书房 想再拍几张照片 却被那些怪物锁在了书房 萨莉惊恐的尖叫引起大家的注意 在小女孩成功反杀一只地精后 埃里克斯终于打开了门 萨莉想给父亲看自己拍到的证据 不知为何 却只拍到了自己惊恐的脸 看到女儿情绪如此不稳定 尽管不相信地精的事 埃里克斯还是觉得 车库拿车的时候 阿里克斯被地精们击昏锁在了车库 地精们给整座古堡断了电 经察觉到事情不对 出门查看 却因为半道地精 事先在楼梯上拦下的铁丝 而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晕了过去 在晕倒之前 他终于看到了萨莉口中的怪物 萨莉从睡梦中醒了 发现周围一片漆黑空无一人 害怕地四处寻找 终于看到了晕倒在地的精 这时地精从四面八方 窃窃私语地围了过来 地精从阿里克斯的身上找到了地堡的钥匙 拖着萨莉一路往地堡走去 萨莉的惊叫声叫向了金 金带着手上的腿 义无反顾地冲向了地堡 萨莉用力挣扎 金也在努力地搁着 捆在萨莉腿上的绳子 同时用腿支撑着绳子 让萨莉不被拖走 金终于割断了绳子 同时他也因为巨大的拉力 而被拉进了洞穴 而终于脱困赶来的阿里克斯 看到的最后一幕 就是金被整个的拖入洞穴 这时的他终于相信了一切 萨莉害怕地扑进附近的怀里 两人相拥而弃 画面一转 妇女二人再次来到古堡 两人是来告别的 而门口竖着的牌子 也代表了阿里克斯放弃了这座古堡 萨莉把自己的画放在了客厅的地上 画上画的是他和金 在古堡的金鱼池边 两人离开后 那张画慢慢地飘向了地窖里 被重新封上的灰槽上 最终整个吸入 黑的洞穴中 似乎有什么熟悉的声音在窃窃私语 看完整部片子 阿不忍不住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整个故事的发展 更像是一个小女孩 幻想出来的复仇记 首先 萨莉在去和父亲相聚的途中 就表现出了 她略带阴暗的幻想能力 比如那些像是漩涡的画 而她在见到金的时候 表现出来的冷漠 可能是因为她觉得 正是这个女人导致了父母离异 破坏了她的家庭 并占有了她父亲 她对金的恨意 可以直接从她对金 是否会和父亲结婚的质问中感觉到 再接着 从大人们发现了地下室 到壁炉中的怪物流出来为害 每一步都是由萨莉为主导的 而怪物们偷走了 埃里克斯的剃须刀后 并不是直接对萨莉下手 而是划碎了金挂在衣橱内的衣服 这不太说得通 反而从逻辑上看 更像是萨莉对金的抱负 并且从她与心理医生的对话和表现中 可以看出 萨莉是个压抑的孩子 她的内心因为父母的离异 而深受伤害 而怪物们明明有好几次下手的机会 但都没能得逞 萨莉的尖叫声 每一次都能在最关键的时刻 引来大人们的关注 从而对她关怀卑制 在晚宴时 萨莉独自拿着派利德 独自面对那些怪物时 明明拍下了许多那些怪物正面的照片 但是最后埃里克斯看到的 的确是萨莉自己惊恐的脸 这一点也能指向那些怪物 其实就是萨莉自己想象出来的 尽管萨莉与金的关系 看似有所改善 但那更像是萨莉为了博取金的信任与同情心的手段 毕竟最后金为了救萨莉而死于非命 而萨莉和她的父亲得以全身而退 当然了 也有可能这真的是一个恐怖事件 毕竟电影最后洞穴里传出来的声音 真的和金很像 而底将的记载里也有着 只要被他们拉进洞穴 就会成为他们中一员的设定 最后萨莉话的话被吸进地穴 也很难不让人联想到 那就是金 通篇故事虽然简单 但是气氛营造和叙事节奏 把握的都比较得到 如果说对恐怖素材 特别是欧洲神话背景的恐怖素材感兴趣 这部影片还是值得一看的 好了我是阿布 我们下期再见